《港版國安法》凌駕《本地法》 《港三權分立》隨時被掩 陳日君書機刑91歲生日 期望繼續服務大眾 辭職潮持續 警務署兇缺逾6,000名 美博物館與廣經某辦割職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13日公開聲稱 《國安法》具有凌駕地位 以及屬雙執行機制 又說當香港本地法律 與港區國安法有不一致時 特區應主動修改本地法律配合 香港法律界人士說 人大釋法後 國安委擁有太上皇的權力 今後可能繞過特區處理任何問題 夏寶龍13日出席全國港澳研究會 港區國安法研究會 他支持時說 《國安法》具有凌駕地位 如果在實施過程出現問題 港府國安應連同住港國安公署共同解決 而港府亦應主動修改 完善本地法律 以配合國安法的實施 他又說 《國安法》屬雙執行機制 北京對香港國安事務具有完整的立法 執法和司法權 並因應一國兩制和香港實際情況 最終負責處理特區層面難以解決的問題 法政會司前召集人任建峰對自由亞洲表示 夏寶龍的話語表明 人大釋法 授予國安委有無恨大太上皇的權力 現在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隨時隨地 在任何政策上都可以被淹 對於夏寶龍所說的《國安法》有凌駕性 任建峰認為 外界多數將焦點放在被告選擇辯護人、律師的權利上 這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 但處理海外律師只是小事牛刀 更令人擔憂的是 《國安法》日後可成為政權的工具 甚至將大陸司法程序中官派律師 秘密審訊等限制人權的情況逐步引入香港 今天是天主教香港教區榮優主教陳日君舒基91歲生日 他在個人Facebook發文和上載生日蛋糕圖片 感謝大家送來的生日祝福 同時亦表示 希望擁有健康的體魄 繼續為天主和大眾服務 天文中寫道 請大家為我祈禱使我有健康的體魄 繼續為天主和你們服務 我們在祈禱中 也不要忘記受苦的兄弟姐妹 求仁慈的上主繼續保護和安慰他們 祝你們平安 帖文下有超過1000條留言 向舒基恭賀生日 包括前立法會議員邵家樽、學者鍾劍、藝人王中堯等 紛紛祝福舒基天天快樂、身體健康 以及要平平安安 陳日君舒基是香港的民主活動家 長期以來也一直滋滋不倦 截然不斉地倡導中國的宗教自由和人權 去年 警方國安處以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拘捕陳日君在內的5名612基金信託人 舒基需和保釋 但需要交出所有的旅行證件 日前 陳日君和西九龍裁判法院批准 前往羅馬出席 名優教宗本督16世的葬禮 期間 舒基和教宗方濟國 在城馬爾塔的住所私人接見 陳日君向方濟國 講述他過去十幾年 探訪香港監獄囚犯的工作 以及為再囚人時施洗 形容教宗非常熱情 會面精彩 方濟國則表示 很開心聽到陳日君 即使年紀老邁 也繼續從事教務務工作 並贈送舒直和念珠作為禮物 公務員事務局日前 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 在過去4至6個月 共有近千名公務員辭職 而截止去年3月30日 公務員空缺超過6,000人 為政府部門中空缺最多的部門 根據文件 202年4至6月 共有944名公務員辭職 辭職率為0.54% 在眾多政府部門中 最多空缺的依置是警務署 食環署 教育局 懲教署和房屋署 其中警務署有6,312個空缺 空缺率為16.7% 其次是食環署有949個空缺 空缺率為8.99% 而教育局有815個空缺 空缺率則排第二為13% 案即是分佈最多的空缺職位 依次是初級警務人員5,284個 以及工人780個空缺 文書助理536個空缺 文書主任533個空缺 在境外招聘 翻查數字 2021年至2022年度 全年共有3,734名公務員辭職 即平均每季約933名 比2021年度大增一倍 創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新高 時事評論員吳志森 也早前在其YouTube頻道分析 公務員辭職潮是整個社會 利心利得的縮影 而現在政治環境惡劣 是明顯的主要因素 吳志森說 宣誓要求令不少公務員感到無所適從 擔心自己的言論自由受到影響 甚至因為說錯話而有刑責 所以決定辭職 提早退休或轉工 再加上移民到其他國家的門檻低 不少公務員考慮自己和子女的前途 而選擇移民 美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 日前正式知會香港駐華盛頓 經濟貿易辦事處 終止與之合作關係 據自由亞洲報導 20個在美港人組織 在12日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剛剛收到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協會 已向經濟貿易辦表明 終止合作關係的通知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協會運營 與外貿副總監 陸瑞杜根黃金亦確認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協會 現在與經濟貿易辦沒有任何合作關係 亦沒有尋求他們的支持 去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協會 曾與經濟貿易辦合作 舉行為期一個月的香港製造電影節 宣傳慶祝香港特區25週年 同年10月 一批華府的香港人權倡議者 曾與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協會 遞屬的史密心理學會管理層開會 以流亡者的真實遭遇 與香港政治犯的現況 說明香港打壓人權的問題 與會者之一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在香港被控襲警 而入獄的美籍律師 蔡廟爾·比克特表示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協會的決定 應該早就實行 但仍很高興他們 最終做出正確的決定 蔡廟爾·比克特又說 住到史密心理屬下 還有3、4間機構 仍與經貿辦合作 舉辦其他活動 他呼籲這些機構 效發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協會 公開結束與經貿辦的合作關係 香港設計中心的執行總監 郭鳳兒認為 這次事件反映國際社會 慢慢意識到 經貿辦近年已經轉變為一個 延伸極權政府打壓的爪壓 他還表示 香港設計中心 對經貿辦的監察 不會就此停止 將在2月再度發表研究報告 揭露港府和經貿辦 在美國的滲透和影響 從而降低美方各機構 和經貿辦合作的意欲 去年10月21日 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奧 和眾議員史密夫 聯合提出議案說 2020年實施的港版國安法 宣告一國兩制死亡 批評香港經貿辦 已成為中共的喉舌 建議將其從美國剷取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 再見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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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